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的思想修正过来 心正了 严于身体造作自然都正 所以会修的人从根本修 根本是修心地发本 在从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是人死环境 要把那个不平的心摸平 这叫真修心 这叫真功夫 我们修净土的人 用什么东西来摸呢 阿弥陀佛 圣经 善缘 阿弥陀佛 逆境 卧缘 也是阿弥陀佛 到阿弥陀佛这平等 都摆平 法子妙却了 所以阿弥陀佛 你都会用啊 你也不会用的是 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 通通归到阿弥陀佛 把那些烦恼吸气 一扫 耳光 这叫真会念佛 这叫真修心 这叫真会用功 不能动坏念头 不能动不善的念头 冤情债主陷害我 我对他也没有问你 这个愿解可以化解 如果他陷害我 我恨他 这什么 这么 这结怨 愈结愈深 变成什么 变成在六道里头 生生世世的 互相报应 这愿愿相报 两方面的痛苦 这个错了 我们没有怨恨 我们念佛还会想给他 这个愿会化解 菩萨在地狱里头修行 跟极苦的众生在一起 迷惑颠倒最严重的 地狱众生 不知道伦理 不认识道德 齐心动力 无不是罪 无你食物 这是地狱中人 菩萨在这个里头 教化这样的动作 磨练自己 考验自己 时间多长 今于无量节 菩萨要在这个里头 把自己的烦恼 吸气 断尽 在这个里头 接受磨练 真正磨得是 又光又圆 就像炼钢一样 一丝毫扎子都没有了 纯钢炼出来了 学佛的人 还没成佛 就是菩萨都不例外 天天在锻炼 所以你一定要有很高度的警觉 瞬间 善言 不齐贪吃 逆境 卧云 不生成晦 我在这干什么 我天天做的工夫 断贪嗔吃慢意 于切法不知足 不分别不知足 我们今天最重要是断见识烦恼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思想 要在生活当中 真正醒悟过来 真正回过头来呀 这样才能成就 所以真正修行人 要保持 清贫气火 不要把别人的过错 放在自己心上 我们自己吃的亏大了 决定不能 云云相报 借怨成仇啊 这个事情麻烦到 佛教导我们 决定要避免 只亏了 也不给他借怨 上当了 受他的陷害 受他的羞辱 都没有报复的念头 成就你自己的贫心 忍如波浪 说佛没变地 把信仰找回来 在现前没有不能包容 尤其是你今我愿要包容 不能包容 你会心怨恨 你会有怨气 会有报复 那个事情就麻烦 就会招来 来生后世 愿愿相报 如果没有缘分 遇到佛法 这个愿愿相报 愿报愿残酷 愿报愿严重 苦不开 双方都哭 不是说对方哭 你下落 没有 双方都 错了 真错了